我们今天要看到教会为了完成它的任务有六个活动 我们今天看第五个就是装备圣徒的功能 所以我们开始我们的主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天父神今天早上 我们需要你借着圣灵用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光照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 你为地方教会的目标我们可以活出来你的旨意 也可以完成你给教会的任务 是奉靠着耶稣的名求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地方教会的六个活动 就是第五个就是装备圣徒 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教会的任务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地方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要荣耀神 皆有帮助信徒全心全意的爱神 即在爱中彼此建造 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使命里面看到就是这个牛眼 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目标 就是要荣耀神 而为了荣耀神 有三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帮助生徒可以爱神 这个是要他们守大诫命 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要帮助生徒 要成就大为生 就是要彼此建造 也有教会的第三个目标 就是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 就是大使命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也是介绍说到有教会的六个活动 而这些活动不是人所定义的 这是神自己在他的话语里面来表出来 教会要参与的活动就可以完成他的任务 所以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敬拜神 第二个就是交通 第三个就是教导圣经 第四个就是祷告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已经有说过了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个 就是装备圣徒 那我也可以就是预报 那第六个就是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就是我跟师母我们从美国回来 第十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 宣教月 那我也会在那时候多提到那个第六个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 什么是装备圣徒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也可以给一个简单的定义 就是这个装备也在一般的用法里面也有支持这个意思 就是接着供应人所需要装备 他们可以服事或行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教会的一个功能 教会的一个工作 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要装备圣徒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多一点来谈的事 所以我们先考虑到 圣经里面就是给我们装备圣徒的使命 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做 我们一起翻到以福所书 第四章七到十一节 就是基督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 基督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是到十二节 不是十一节到十二节 你可以看圣经 可以看荧幕 我们就一起来说 从第七节开始 我们个人孟恩 都是照基督所亮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求敌 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 即说圣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有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示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经旗帜 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到这里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 有基督故意的赐 赐给教会 有恩赐的人 而这些恩赐的人 也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要装备圣徒 他们也自己就做主的功 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基督是装备他的教会 为了服事的缘故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在第七节所说的 就是都是叫基督 所谅给个人的恩赐 或者这个也可以说 谅给个人的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是赐他的教会 就是赐教会恩典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恩典 那这个恩典就是生命或生活的能力 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给教会 这个能力 服事的能力 可是我们看第二个 就是提到第八节 就是说 这样各样的恩赐伤给人 那这个恩典就是一个才能 而是特别的一个 在教会中的一个服事的功能 所以我们看到 基督是预备为他的教会 有完备可以来做服事 可以做主的功 而这是给全教会的一个恩赐 一个礼物 可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 我们这个已经有说过了 说这个有恩典 有恩赐 有能力 有才能 所以 家会的领导 有装备生徒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也注意到 这些所提耶稣给家会的恩赐 他提的这些恩赐在十一节周世人 就是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那这个世人是耶稣基督赐给教会 所以我们先考虑到前面的两个 就是说有使徒跟先知 那这两位就是在教会中的一个职位 是做教会的根基 我们有一幅所书 第二章也提说 教会的这个根基就在使徒跟先知们所立的 那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意思 就是有这两位是神 借由他们把新约圣经来赐给教会 所以就是借着使徒们 跟这些新约的先知们 耶稣借着圣灵的感动 默示的功能 就从他们的手 有赐给我们一个永存的新约圣经 为教会的根基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 基督赐这两位给教会 那这两位在今天的教会 没有继续存在 他们是第一世纪的一些职位 他们没有持续 耶稣选着十二个人 那犹大 在列人犹大他堕落了 而丢弃他的本位 结果使徒行传 第一章里面 他们又重新祷告 而求神带领之后 又拣选另外一个人代替犹大 所以有十二个使徒 在以后 由耶稣基督亲自来向使徒保罗显现 拣选他当作外邦人的使徒 那这个先知就是提到有神 接着圣灵直接感动 启示他的仆人 他们就可以说出神的话来 那这个预言就是说到 有这个神启示直接来启示的预言 这也是先知到第一世纪 这个使徒时代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使徒们过世之后 我们还有预言 可是现在的预言没有 这个神直接启示的部分 这个说预言 这个说预言原文的意思就是 宣报神的话 那我们有一个已经完成的神的话 我们就接着圣灵 也可以有宣报神话语的一个功能 这个就是现代的预言 就是说预言的功能 就是凭着一个完成完毕的一个圣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跟先知们 当作教会的根基 而皆由他们是赐给我们信约圣经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圣经是神最主要的工具 为了装备他的教会 所以这个圣经当作神的工具 来装备他的教会 那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位置 这个说传福音的 有牧师跟教师 那这个牧师跟教师 这是一个合成的一位 这个牧师的一个功能 它是牧养神的百姓 而教导神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合成的一个职位 所以这也是两位 有使徒跟先知们在这边 他们是已经 这个位置已经结束了 就是已经有利好教会的根基 而有存在继续的两位 就是传福音的跟 这个牧师跟教师的两位 这也是教会中的职位 所以这个功能就是 他们要装备圣徒做主的工 所以这两位 他们是用神的圣经 来装备别人 也可以用圣经服侍第三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装备的功能 就是在家会的这些领导 的这个职位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也在这一方面 也要考虑到在这个经文 我们也看到 就是这个 教会的会员 做服侍的工作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注意到 做教会施工的人 不只是牧师 或者只是 我们要了解 做主工的人 就是一般家会的会员 就是家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有这些领导 他们是用神的话 来装备弟兄姐妹 而做主工的就是弟兄姐妹 而不只是这个牧师 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也看到 这些一般的会员 他们要自己在 心心上来成长 就是他们受到这个装备 他们也是 借有神的话的功能 他们就成长在主里面 而心心健庄 所以这是他们个人成长 而且第二个 这也是他们要在知识上 来成长 就是明白神 明白神的话 而明白神在世中的任务 而结果他们在这个知识上成长 他们就可以被装备来服侍 而第三个 这个也是要在能力 在能力上来成长 就是他们就在这个装备里面 就越来越能够服侍别人 而装备别人 而帮助别人成长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才能成长 他们的能力成长 就代表他们实际的一些事情 他们需要受训练而习惯了 而且在一些关系性的方面 也要受训练 他们也可以在彼此交往 在用神的话 可以帮助他人来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服侍的工作 是教会一般的会员来做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 最后就是教会就被建造 这是结果 所以有耶稣基督赐恩赐才能 赐恩赐给教会 那教会的领导 他们就装备弟兄姐妹 那弟兄姐妹他们成长而受装备 他们就做教会的工作 完成教会的任务 而那个结果就是教会就被建造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也可以了解 这个圣经给教会装备圣土的一个使命 可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到第二方面 这个做服侍的工作 这个教会的这个任务 是一个继续的一个循环 那我提到这个循环本字 我的意思是由一个轮流的一个活动 会继续来做 所以我们先翻到提摩泰前书 二章第二节 这里也有写下来 你也可以看提摩泰前书第二章 第二节我们就一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描述这个循环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地步 在这个循环里面有两个地步 我们可以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们看到 就是有我自己 在这个教会中间 受到这个装备的时间 我是听 所以这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所以在这个循环里面 第一个是我听 我也是接受我所听的 这个神的真理 这个道理 这个教训 我就反应有相信 就是有信心来接纳 神所给我的这个真理 我相信 结果我就生命受到神的改变 那我自己也成长在主体面 我越来越向主耶稣 我也是受装备 而结果能够在别人的生命被用到 神可以装备我在服侍别人 而结果就是有这个服侍的一个生活 我是来服侍他人 可是这样的话不是一个重点 不是我就变成能服侍的一个人 我就结束了 没有 就有第二个大部落 就是我就转身而教别人 就是有这个经文所说 也要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我就是看到有其他的神的儿女 就是他们也在神的道 神的真理成长中 那我也是愿意投资他们的生命 我就把我所领受的交托给他们 所以在这个事情我就是教导别人 我就交托我所领受的别中心的人 那结果也是神用我来训练他们 他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做主的功 那我们就来到同样的一个位置 结果他们也是转身 他们也是来领受 他们听 接受 相信 改变 受装备 而服侍 而他们也是就开始向别人来教导 交托于别中心的人 而训练别人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循环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装备的功能在教会里面 真是这种的一个循环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这个 教会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意图而持续的一个进行 就是我们用教导装备训练而交托的一个服饰 而结果有他人也成长 也可以被神所用 我们就传到下一个时代 所以这个也包括有几个部分 我们也要考虑在这个循环里面 第一个就是 每一个基督徒就变成能够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那我们原来说到 我们说到神的大使命 不只是传福音而已 那这个大使命的目标是要 带领他人与耶稣基督进入一个新的关系 就可以跟随 顺服跟消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生活 这是一个真实的门徒 那这样的话 在这个循环里面 教会受装备 那一般的基督徒也能够使他人 就是向外面的为新主的人 也可以使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这个当然不是在这里停掉 这个也是重新来开始这个循环 可是我们看第二个就是 教会中 接着这个循环也是有发展领导 就是教会常常需要有新的领导起立 有新的服侍员 愿意出来现身而被神所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只是要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这个也要发展在教会中有新的领导出来 而第三个 这个就是有服侍穿下并圣发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有一个服侍的机会 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到 我在这个服侍的机会 我要装备他人 他就可以代替我而做我现在做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这个不是我要退休 躺下在沙滩上就喝饮料 没有这是说到我们要发展 我们要生发我们的服侍 而结果服侍就发展 有多的服侍来发生了 所以这个就看到有这三个方面 我们要考虑这个装备的功能 就是人就可以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就发展新的领导出来 而生发教会的服侍在世上 我们也可以考虑到 就是装备生徒的根据 就是我们靠什么 就能够来完成 完成这个装备的使命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考虑到教会群众制度为模范 那这个意思是 我们都了解我们教会的制度 我们教会政治的方法 我们都是用群众的制度 那这个意思是 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自己也可以参与 我们教会所做的决定 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有圣灵 就是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神的灵 我们都在神面前 接着沟通 接着讨论 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一个明白 耶稣基督为他教会的旨意的一个知识 我们就一起就同意做决定为教会的一些方向 可是在这样的话 我们要明白 每一个一般的会员 他的功能不只是唐卧 在这个教会的椅子里面听牧师 而有时候就做选举 来跟教会的决定来参与而已 没有 这个群众的制度是说到 每一个基督徒 就是参与教会的服事 而推展教会的任务 所以这个群众的制度是说到 每一个基督徒是我们 教会运行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若是有人躺下没有服事 他们就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软弱 不能完成他的任务 那我们真的需要有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会员 他们在参与教会的服事 就推展教会的人物 那这个就是真实来表出来 我们这个群众制度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可以考虑到第二个 就是基督把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 这是我们已经有说过 以福所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 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有赐给有恩赐的人 把恩赐的人给教会 结果我们根据耶稣已经赐给教会的这些恩赐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装备的功能 有这些弟兄姐妹收到装备 就是有恩赐的领导来装备弟兄姐妹 他们就可以做主的功 而可以装备别人也做主的功 第三个我们也考虑就是有圣灵的内在 就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而在教会的群众里面 我们有圣灵来居住 那原来我们也是说到 教会是新约的圣殿 有圣灵住在它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内住 圣灵就是赐能力为传福音 为做见证而为服事的原因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灵 我们就可以装备他人 而他也可以做主的功 而且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 我们看到有教会像一个身子 就是有多的肢体 我们是一个身子 多个肢体的一个身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能 在这个身子里面 所以神是赐恩赐 不只是给教会一些领导而已 耶稣基督是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恩赐 每一个基督徒有在教会中的一个功能 就是要完成他的这个功能 而做主的功 就推展教会的人物 所以是圣灵所赐的一个恩赐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内在 也是我们装备这个功能的一个根据 那最后一个 第四个我们看到就是有圣经的足够 那神是接着这些使徒跟先知们 给我们一个完备的一个新约圣经 接着旧约的这些先知们 也是给我们旧约圣经 那从这个圣经神是给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 为了做他的工作在世上 所以圣经是足够为了这个装备的功能 我可能没有写下 我看一下 没有 OK 那我们就一起翻到 使徒行传第20章 这是我们已经有几次来提过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20章第32节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教你们和一切成生的人同德基业 所以保罗也是说到这个圣经是足够 来装备人来做主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有这四个根据 为装备圣徒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也考虑到装备圣徒的末范 那这个末范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我们就看马可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这个就是基督教训十二使徒的榜样 那我们一起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的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贵 那你注意到这个有提到 耶稣如何装备他的十二个使徒 这个就是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他们与耶稣同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如何运行这个装备的工作 就是我们需要常与他人在一起 用时间可以让他们不只是学习一些干渴的事实而已 就是他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真理的影响 而活出来真理的一个榜样 所以他们就是与耶稣同在 就是观看耶稣 学习耶稣 效法耶稣 顺服耶稣 那这样的话 他们与耶稣同在 他们就学习做耶稣的门徒 那第二个 这也说到就是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这个拆他们传道 就是在耶稣的指导之下 耶稣也给他们一些有责任的一些服侍 就是耶稣给他们可以施洗服侍的一些机会 在他的这个怎么讲 监督之下 结果他们就出去到外面 就是有报道他们的服侍 可以问问题 而耶稣就给他们一些能力 给他们一些训练 给他们一些回答 为他们的问题 给他们一些修改改正跟帮助 那第三个也是说到 并给他们权柄干鬼 所以这个也是授权 给他人可以自己来服侍 而结果他也是学习到 被神所用 所以就是耶稣自己就当做这个榜样 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 也是说类似的 我们一起看 路加福音八章一节 我们一起 过了不多日 耶稣就有各城各乡传道 宣讲上帝国的福音 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末范 就是装备的末范 这个也可以加第三个 所以就是他们与基督同在 他们与基督服侍 而基督也授权 给他们是第三个 那我们也最后就看到 早期教会装备圣徒的一个例子 请你跟我一起翻到 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就一起看一到七节 这个荧幕上也有这个经文 我们就一起来念一到七节 那时门徒增多 有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攻击圣 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照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偏下上帝的去管理凡事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知会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传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提凡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 费力 波罗格罗格罗 迪加罗 提门 巴尼巴 也在犹太教的 安提阿人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安守在他们头上 上帝的道 欣望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 书目加增胜多 也有许多祭司 形成了这道 所以第一个你注意到 在第一第二节 他们就认出有一个需要 就是群众都明显看出 我们教会有一个缺 我们教会有一个需要 所以他们就先确认一下 这个需要是什么需要 那在这里就是有这些 说希腊话的基督徒 在教会中 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 那结果他们就认出来 有这个问题 那教会就积极讨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也在这个一到二节里面 我们发现 使徒们也承认 他们不能全部都做 他们说我们有一个 专门服侍的对象 就是他们是使徒 就是教会的根基 有这个装备的功能 可是不是他们要做 全教会的服侍 所以他们就承认 公开的承认 我们不能把这个 全部的都做了 我们就需要有安排别人 为做这个事情 所以在第三到第六节 就是他们有推荐一个进行 他们就说出一个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你注意到 这个决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服侍的机会 他们说我们要派人 一些人可以做这个服侍 就是可以注意这个传发 凡食这些官妇所需要的 我们就可以供应这个需要 也可以完成这个服侍 所以他们所推荐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有新的一个服侍 而在这里就开始有 教会的受限的七个指示 那你注意他们拣选谁 他们也直接来说到 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 好名生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那这个也是我们记得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 就是要交托于谁 就是忠心的人 他们就被群众认出来 这些人是忠心的人 他们是被圣灵充满 他们是由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 可以办事而处理事 所以他们就拣选这些忠心的人 而且授权给他们 你看这个 在那个第六节 就是使徒祷告了 就安守在他们头上 所以他们就授权给这些人 可以做他们的这个服侍的工作 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 这个结果是如何 那结果就是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 那结果就是由 服侍来生发 有服侍来增多 就是有神的话 越来越多传发而出去 而第二个就是 在耶路撒冷门徒 树木加增的圣多 那这个结果也是有 多的人来信主耶稣 做他的门徒 进入教会中 也受装备 而他们也可以重新来 进行这个循环 可是我也要从这个经文以外 我要你注意到另外一些事情 你可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 第八节 所以这个你是要看在你的圣经里面 第八节 就是斯提反 就是这七个人中的一个 被拣选的七个人中的一个是斯提反 斯提反 蛮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迹 那我们没有时间看全部 可是我们看到 他不只是行神迹 他是怎样 他是大有能力的向犹太人讲道 在他们的会堂 他也证明出来 耶稣弥赛亚 也是为耶稣做见证 而那个结果 犹太人受不了 不能反驳他所说的 可是因为胸间充满有愤怒 有恨恶 他们就抓住他而杀掉他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这种的装备的功能 有什么结果 就是有这个人斯提反其力 而他是大讲神的道 被神所用 就是有这个服事 有生发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第八章 第四节 这是这七个人中的 另外一个是非力 这七个人中的 另外一个人是非力 八章四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非力向撒帅利亚城 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非力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 请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 被污鬼负责 那些个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人 还有许多软软的 都得了意志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那我们也可以看在以后第九章 这个 费力 就是被送到那个太监 荒野的那个太监 传福音给他 还有在海岸的很多不同的城市 神用他来传福音 那我们就看到 这是这个装备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接着装备的这个进行 有这些人 起立在教会中 就大大的被神所用 而发展 教会的服饰 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这个装备的榜样 跟例子 所以他们就承认有一个需要 就是有一个进行 他们选出有中心的人 而授权给他们 而第三个就是有好的结果 有福音传开 有服饰来生发 所以我们就来到 我们现在方教师教会而考虑一下 那这个装备在我们的教会会看起来 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或一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分就是在逻辑上 我们可以分有两方面我们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装备弟兄姐妹 做聚会的服饰 那教会有长长的聚会 我们今天我们有主日学 不只是成人的主日学 楼上也有儿童的主日学 我们看到有等一下有我们崇拜的聚会 有一个讲道 就是用神的话来试试装备弟兄姐妹的一个方法 所以有讲道 有教导 有带领 这也是教会的服饰 就是有人会来领会 或者带领教会来祷告的一些事情 有服饰的机会 这个服饰是怎么样 就是有接待 有时候有人在楼下 就是欢迎人进来发一些 这个周报或者帮助他们脚位子 就是物质上的一些 的一些服饰的事情 那有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教会聚会 也有人会聚会后 会数算教会的奉献 他们也会组织我们教会的一些 一些重要的活动 所以有这个管理的部分 还有交雇的部分 就是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聚会 在我们一起聚合的时候 也会彼此交往关心 有一个个人对他的一个服饰的机会 那我们不只是礼拜天有聚会 我们也有祷告会 有服饰的必要 或者在周中 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聚会 有姐妹会 有弟兄会 有青少年团契等等 这些经常的教会的聚会 我们都需要 有多的人 受装备 而可以做主的工 所以 我们在英文 我们会常常说到 很多的教会 好像 一个 美式足球的比赛 就是你知道 美式足球 每一队有九个人 他们就是比赛 那常常在 每一个礼拜天 下午在美国 很多很多人打开电视 他们躺卧在他们的沙发 他们就是为他们的 对 就是说加油 他们就是看到 有这些 十一个人 在这个 球场上 他们非常累 很需要休息 而有千万个人 坐在他们的沙发 很需要运动 那 很多人会看到 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很多人 堂卧在他们的 这个 教会的椅子里面 对那个牧师说 加油 加油 对服侍的人说 加油 加油 可是他们没有服侍 这个不是 神为教会的 一个 旨意 神是要 教会的每一个 弟兄姐妹 受装备 而可以服侍 而结果 教会就可以完成 教会的人物 所以我们第一个 第一方面要考虑 就是在教会 聚会的服侍 可是事实上 我们 教会 我们了解 教会不是这个教堂 你们可以说 我们常常会说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人 我们就是教会 那我们若没有聚会 教会还有他的任务吗 我们就是在 我们的家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 学校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 办公室 或办公处里面 我们在这些 教会外面的一些时间 我们还是有 教会的任务要完成 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到 就是要装备 圣徒 在世界中 来服侍主 被神所用 就完成 教会的任务 所以这个 在教会之外的 一些服侍 是怎样的 就是有 传福音的服侍 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受装备 可以好好传福音 给需要的人 就是为信主的人 还有这个 为信仰辩护 那这个意思是 我们住一个环境 有很多不同的信仰 在台湾有佛教 有传统的宗教 有一些回教 基督教有很多的异端 像那个 耶和华建政人等等 摩门教 这些是异端的 不是基督教的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有印度教 有别的宗教 那我们怎么 在这种一个环境 能够来 明白我相信的是什么 也可以回答 他人的一些疑问 就可以说辩护 为我自己的信仰 这也是我们服侍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怜悯 那我们知道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很多的服侍 是怜悯人 就是他会医病啊 干贵啊 他就是因为 心里怜悯他人 那耶稣的关心 不只是他们的身体 耶稣的关心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灵魂 耶稣自己也说到 他的来意是什么 人子来 需要寻找拯救 失丧的人 可是耶稣用这个 怜悯的一个服侍 有用这个机会 可以吸引人来考虑到 他们生命的需要 愿意听福音 也有多人来信主得救了 那我们也是在我们生活中 也应该是施舍联名 来服侍我们的这个社会 不是因为这个是 有人用一个鞭子来打我 说这是你必要做的 没有 这是因为我们怜悯人 要多有机会 可以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这个 施舍这个怜悯的一个服侍 而第四个 而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那这个跟传福音 有一点不一样 传福音 我们是传发 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人知道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 可以拯救罪人 可是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这个是我们就进入 这个循环 我们的目标 不只是传发一个信息 我们的目标是 在亲人的关系之中 带领他到耶稣面前 认识主得救 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可以进入在家会的生活 受装备 就可以传发 可以生发服侍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使人做基督的门徒 是下一层 就是我们在这个个人的关系中 带领他人 来认识主耶稣 而做他的门徒 所以这个也需要 我愿意自己投资他的生命 我愿意带领他 我愿意教导他神的真理 一些基本的 一些重要的事 帮助他可以有成长在主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在世界里面 所做的一个工作 我们在家会有需要 我们也在世界中的这个时间 也有需要 所以这是装备的一个活动 那我也可以分辨 我们以前有说到 家会的另外一个活动 是教导神的话 那这个就是家会 应该是一个地方来教导圣经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方面 可是这个装备 是我们每一个人 被神的话装备 我们就可以在他人的生命 被神所用来服侍 我们就低头祷告 我们的天父神 我们感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 你赐给你教会 各样的一个恩赐 你是赐给教会有恩赐的人 那我们也求你 让我们自己的教会 方教士进系会 可以有多的服侍人 生起来 可以生发多的一些领导 在我们教会里面 受装备 而被你所用可以服侍 我们也求你用我们教会 可以做你的功 每一个弟兄姐妹 完成他的责任 他的功能 我们就变成一个全教会 运动 做你的旨意 而完成你的任务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奉靠着耶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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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